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艾未未就更非常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非常残酷的一些中国现实 还有他个人的人生经历都通过形体行为来表现出来了 还有行为艺术 那行为本身我相信它肯定就是关于人的 关于人体的 那动物它不会有艺术 动物有行为 对吧 所以只有人才会有 我们说人才有行为 那我们把它艺术化了 那就行为艺术了 我看了一些网上的这些图片 还有一些消息 非常有意思 而且发现广州去年有一个 还是在广州市开了一个世界级的行为艺术节 那世界级的行为艺术节 那就是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活动了 本身呢 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可以说的话题 那如果真是旧话勇来讲呢 他这个阶段我相信如果他能用这种 他能利用这种行为艺术的方式来 表现一些他想表现的主题 而且他也可以运用他个人的这种影响 用他个人的影响来做一些 集体的一个行为表现形式啊 一个行为艺术啊 因为行为艺术本身确实是非常大众化第一 他不需要有多少年的这个创作经验呢 对颜色的什么了解跟研究啊 不用上大学 不用完全可以完全靠自己的创意 来完成这个艺术行为艺术活动 第一他是这样 第二呢 他就是一个非常流行的 人人可以做的 只要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你找到正确的形式来表达自己 那这就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说 通过现代的这个电脑啊 制作啊 还有他的照片完全可以 很容易的就传播 很容易就存到我们这个档案里 还有这个文件夹里 所以就可以随时取出来 随时可以看随时可以用 所以我个人觉得 华永先生有这么大影响 他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 不一定表现政治的 如果他说更做一些民意的 更做一些 假如说我们说保护环境的 如果我们说你可以召集一百人 五百人来做一个行为艺术的方式 然后来演绎一下 对我们环境多么重要 我们大家都来保护他 还有对树 还有对自然 那就是对鸟类 对野生动物 这些是个非常大的 这种话题 那我觉得你这样做也是对社会也是更有益的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这是完全可以思考的一种形式 因为我前几个月吧 看到一个美国的摄影师 他叫他自己摄影师吧 是个年轻人 三十来岁的 他就是非常有魄力的 他在美国已经拍了一些 很多就是全是我们裸体的 这个裸体呢 就是一大片的人的 就是上千人的 大家都到了现场以后呢 按他用个大喇叭这样讲 我们怎么这么做 然后往哪个方向走 然后他第一个头抬头举着手 然后呢 他就非常成功的 他在美国已经拍了很多 类似这样的 而且参加他拍摄的这些人 全都是一种 真的就是义务性的 大家就完成了 因为他是个摄影师 他我估计也没有什么钱来 说我给你多少钱 你帮我大家一起站来 大家就在通过这个 当时是那叫什么电信 大家就看到这消息以后 那他就都去了 觉得参与一下也无所谓 有的是情侣 有的就是担任自己去 但是大部分都是真的 形体挺好的 各种年纪的 当然一定是18岁以上的 我看了看 他挺美的 应该是全部是白人吧 上一次 反正我个人觉得是 这个是一种挺让人 惊诧的这样一种表现方式 结果这哥们一下高兴 跑到英国来了 在英国的 什么桥 他也是在这之前 也发了很多的 这个重要的消息 然后看有多少这个 愿意自动参加的 免费参加的人 结果他还真来了 真来了 应该是上千人 真的我看到他拍摄现场 录像他好像他主要是想 主要是拍图片而已 我记得很清楚 他用了只大喇叭 他对着大家喊 往哪个方向走 最后还有大家都趴下的 一个图片 我今天找了没有再找到 但是我记住这件事了 因为华永的这个行为艺术 我个人的观点呢 我认为呢 华永先生完全可以把行为艺术 更社会化一些 更有可以表现一些 有爱的跟同情的和关爱的这种主题 如果让小朋友们一起做一下呀 让老年人做一组 他们不是脱衣服了 就是说老年人也可以表现一下行为 一说大家一种什么形式 我觉得完全是可做的 而且从正面看呢 我们也感到这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是一种正能量 华永先生呢 也是作为一个 我们中国人的一份子 在国内用尽他的能量 尽他的爱心 不是作为一种抗议 一种非常表现不满和愤怒的 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行为艺术很多形式了 行为艺术大家看到 其实它是没有语言的 是没有语言 但是它是胜过语言 胜过千言万语的 因为一个形状 一个图片 一个身体语言 一个表情 就足以表现 可以写出一大篇的文章来了 但是可见行为艺术 它是有分量的 它是有力量的 那如果我们利用了 这种方式方法的话 还会影响很多人 我们可以通过行为艺术 来表达我们内心的不安 可以表现我们内心的挣扎 也可以表现痛苦 可以表现绝望 可以表现希望 可以表现热爱 也可以表现喜悦 那都包括了 因为它不是只表现 一个层面的情感吗 我们人七情六欲 完全都可以表现的 所以我个人 今天我录了第一个小视频 我说我确实想跟华勇先生说说话 因为媒体嘛 这是一个方式方法 真的很棒 如果华勇有时间 会看到我今天这个小视频的 那我就相信华勇 如果他这样做了 他可以找一些大学生 来表达他的个人的艺术理念 那在这种前提下 他就不会被伤害 相信是不是这样 找一帮工人 找一群农民 愿意跟他一起来做的这件事 然后他来进行他的 理念的行为创作 然后表达一些 刚才我说的一些 任何一种理念 一种情感的东西 一种渴望的 一种恳求的 都完全可以 但是我相信 我看到如果行为艺术本身 这个方式跟 就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 跟这个你死我活的 这么惨烈的一些现实情况 比较而言 那艺术行为任何艺术 你唱首歌有个什么用 是吧 你说几句话也没有用 在这种比较下 行为艺术就更加的很弱 确实是很软 艺术嘛 大家一说到艺术的时候 似乎都是茶余饭后的 一件事和表现形式 那我个人认为呢 它可以变得强大 而且变得更有影响力 而且华永先生作为一个 任何一个角色的 任何一个位置的一个 艺术家也好 还是什么头衔的也好吧 它你就不会那么孤单 你想一下是不是这样 而且是在一个积极意义上的 而且在目前中国的现状 我相信也会被更多人接受 至少大家会有感觉它是安全的 是一种安全感 我觉得这个没有人说 你不可以做行为艺术 是吧 广州都开了那么大一个国际的行为艺术节 那一定是云起了很多精彩的 非常有创作能力的人 我说那华永先生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 我就是总觉得是一种遗憾 如果你作为艺术家 如果真的就作为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第二呢 是有机会 是吧 我相信你在家做画 你的作品 我非常希望我能买到一副 但是我也写了 但是没有反应 没有人跟我联络 华永先生可以开个公司吗 是不是 把你的作品卖出来 但是从整个这个画的风格上 因为你现在的生活 和你现在的现实 我相信你画不出阳光的东西来了 不可能 因为确实是 我们每个人的创作 都是跟现实是不能分开的 那 我个人收藏 我就觉得 哎呀 我要是看到这样的话 我会很 很愤怒 我会很 Miserable Miserable怎么讲 就会很 很孤单孤独的这样 所以我个人我不会喜欢 个人我不会喜欢 画永先生的画 画的风格 那个作品本身 但是是因为画永先生画的 我个人我会收藏 我希望我有一天 我看了铜锣湾那个 我很喜欢 我就问了铜锣湾的家 那个他画铜锣湾的一个 书局的那个 但是没有人跟我说 如果你有个公司 如果你有 有人跟外界联络 那你不具有更大的影响吗 你考虑是不是这样 所以 你也许可以画一个历史长卷的东西 是吧 如果你作为自己是个艺术家 如果你永远当自己是流浪汉 如果永远要站在政府对面的话 你未来的二十年三十年的人生时间 可能都在做着这件事 那是如果你有更有多的创作灵感 创作源泉的话 我觉得还不如你去完成你的画 来作为一个 你人生的演绎 你人生的再现 我觉得是 完全是个人选择 这是我所看到的 所以我今天说 我在学中 我在学中说这些 很冷很冷 雪花飘得很大 真的很漂亮 我一个朋友说 终于下了一场像样的雪 然后我会说 终于下的这么美的雪 我会说 终于下的这么冷的雪 然后在英国呢 这个时间里 很多妈妈带着孩子 还有妈妈跟妈妈一起出去 带着四五个孩子 去带着雪橇 我女儿其实她去了 带着那种滑雪板 去找一个山坡 在滑 在玩 就是这样的时间 所以这世界永远是 每个角落 有不同的情景出现 是吧 那 我觉得这雪下得很美 很舒服 但是 很冷 我很冷 所以 我觉得真的 还是 今天的话题 还是供大家参考吧 我的时间又到了 不能说多了 我们下次见 初十五快乐